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ny 今天我上线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春季的防过敏的好产品 那这些维稳产品是我每年到了春天一定会入手而且开始涂到脸上的 因为首先我是一个中性偏干然后敏感肌的肌肤底子 然后其次因为加州到了春天很容易花粉过敏再加上干燥 皮肤就很容易出现很多状况 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在春天会用到的一些非常好用的维稳产品 第一个我会使用到的是香提卡的这一支非常好用的精粹液 那这一支香提卡的精粹原液呢我是每到春天一定要用的 因为首先呢它是所有的油里面我使用过的最清爽最容易被皮肤吸收 哪怕用完了再继续上妆都不会搓泥的那种清爽质地的油 而且呢它有一种非常清新宜人的玫瑰香味 所以呢作为香提卡他们家的忠实粉丝我是常年回购这一支的 而且呢它的这个玫瑰是对肌肤有很强大的修复作用 所以你已经是有一点敏感肌或者已经泛红的话呢 使用它呢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作用的 所以非常推荐给春天就会过敏的妹子 而且呢像我们这种比较干的皮肤呢它也可以一键修复 关键是它这个泵呢也很方便 就是你想要多少就挤多少就好了 有的时候我还会把它挤到我的面霜里面一起使用 效果会更好 二支呢就是Lamare的这一款非常好用的精粹油 那这个油大家看一下我已经用到这么多了 就可以知道我有多爱它了 它真的是修复之神 而且大家看一下它是呈现一个水油分离的状态 所以每次使用前呢都要稍微的摇晃它一下下 呈现这样的状态呢使用是最好的 因为它里面含有Lamare的灵魂成分 有一种非常好的精粹液 它是和油呢一起混在里面的 所以呢在春夏如果说比较干的皮肤像我这样的话呢 就是真的是特别好用 它可以说是干性肌肤的福音 但是如果你是油性肌肤呢就可以呢使用它的油泵呢 稍微沾取一点点重点涂在你觉得有问题的位置 也是修复能力非常强大 而且关键是它是所有的地方都能用 有的时候呢我还会挤上一点点呢 放在嘴巴上 也可以很好的淡化唇纹 还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支精华呢 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就开始使用特别是到了春夏比较敏感的季节的啊 也就是我们的爱宜美凤凰草精粹液 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这一个精粹液呢 这个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二品了 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在很多时候啊 让我们的肌肤呢速度的回复水润的状态 而且它里面的一款成分呢 是和这个阿玛尼的黑药10是一样的 那这款精粹原液呢 是我当时使用之后呢 感觉持续下来的效果最好 因为它的这个南非凤凰草的成分 和这个阿玛尼的黑药10的主打成分是一样的 只要你坚持使用下来 7天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效果 而且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戴着口罩 可能皮肤会更加干燥 那这款呢就很好的从肌底里面去修复了我们干燥的肌肤 关键是它还有抗衰老的成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30家的小姐姐来说非常的友好 好那今天刚好我们家有一个烧烤party 所以呢我需要呢来化一个淡妆 现在我打底的呢就是使用到的是凤凰草的这个精粹原液 这个精粹液挺方便的 它是一个这样低管的形式 然后呢其实一管呢几乎就可以上完全力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方便 特别的好推开然后很细腻也很好吸收 好了这个就是最终我化完妆的感觉了 大家看一下我的皮肤还是很通透的 所以呢在妆前呢一定要用这个精粹液来打底呢 真的是对皮肤非常有帮助 另外一个爱意美我很喜欢的产品呢就是他们家的素颜霜 这个素颜霜呢就是上脸之后不假白 而且五分钟呢就可以给到脸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水的作用 这款爱意美的素颜霜可以说对所有想快速出门的妹子都是很好的一个福音 因为呢它打在手上或者脸上呢就是可以瞬间起到一个非常自然的水润的感觉 而且呢可以呃持续一整天都是非常润非常自然的白 所以真的是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想快速出门的女生的一个很好的事情 像我今天出门呢脸上就是打了一点点素颜霜做打底 然后再上防晒呃持妆一整天呢效果都很好 而且毛孔看得到还是很细的 所以爱意美的这款素颜霜呢对于所有想要自然妆容的妹子来说呢 可以说是非常友好的 接下来这款非常推荐 因为它是CPB里面我回购最多瓶的一个妆前的导入液 它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打底的精华 为什么我会无限回购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分子真的特别小 而且呢特别有利于后续的水啊 还有真正的精华原液的一个吸收 所以它算是一个导入液 而且呢它的质地真的是让干皮新人非常舒服的一种质地 就是涂上去很轻薄 但是呢又一点都不油腻 很快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皮肤毛孔变小了 然后呢补足了水分 也是可以帮助到后续的一个妆容的打底 那我买的这一支呢是它们去年的一个圣诞节的限定款 非常的梦幻 是一个像是神秘森林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颜值也很高 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入手 好了容易过敏的春夏马上要来了 所以各位呢一定要好好地护肤 我们争取呢保护我们的皮肤 在美丽的春天也依旧美丽动人 这就是这一期的好物推荐了 希望你们喜欢 下期再见咯 拜拜